小伙伴们,过去的一段时间一连串节日,中秋节,国庆节,感恩节,希望你们吃好喝好,很开心周五又和大家见面聊天了,感恩一切的意见。 感恩成为现在的自己,感恩虽然碰到了很多坑坑洼洼,最终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 希望小伙伴们也能早日达成自己的梦想,开心幸福,人的一生起起伏伏,高高低低,无论出生于任何家庭境遇,只要肯努力找对方法,心中有梦,总是能达到自己所追求的生活,特别是如果能早日懂得投资,理解投资,特别是房地产投资,更是事半功倍。 既然投资那么重要,今天仿其道而行,和大家分享一下投资的路上放的错误,也就是今天的主题,投资房地产,千万不能做这几件事。 那么投资所放的第一个错,就是没有投资思维,且并不光注及去学习相关理财知识的错。 和大部分人一样,早年自己忙忙碌碌,每天为挣钱交头烂额,用劳力时间去争取金钱,没有时间停下来去思考,去学习,去光注应该光注的信息,日复一日重复着一样的生活,错过了很多本该是赚钱的最好时机,如果能早些开始学习,今天的成果肯定能翻好几倍。 第二个错,就是没有远见,差点记忆自己的情况,没有买房,留现金所放的错。 十几年前买的第一套房,几乎因为自己的短视错过,当时国内发展前景非常好,做任何生意都很挣钱。 赚了第一桶金,姐姐让我买房,当时觉得资金不多,买到的房子不是自己愿意住的,更因为以后有可能要去加拿大定居, 不懂得买房要早买的原理,差点就错过了。 现在很感谢姐姐的提醒和当时的决定,为后面开涨房地产,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 身边看到很多人,没有人提醒,自己也不懂得主动学习,傻傻地把钱存在银行, 或者投资在错误的领域里,白白损失掉本该能撞到的钱。 以前的一把元,现在能当多少钱花了,除了留下一些日常开支,及紧急备用金, 留现金绝对不是一个明智之举。 随着时间流逝,钱总是会贬值的,而投资房地产就不一样,总是能跟上空货膨胀。 特别是在大城市,不但能跟上空货膨胀,更能享受到争执。 第三个手放的错误,就是听信别人吓唬,而不自己去实践学习。 当年刚到加拿大的时候,所在的城市,房产特别的便宜。 银行贷款也容易,就是因为身边的人说这边房东不好当,租客各种欺负房东, 房市不像国内那么大的发展潜力,一下子能方背,说不好还会亏损等。 加上当时的自己两边跑,没有深入研究、实践并付诸行动, 错过了很多很好的投资房地产的时机。 所以千万不要道听徒说,一定要自己去实践,去试错,去发现真相。 即使失败了,从中学到的经验,认识的人脉也能为以后的成功做铺垫。 所幸后来自己醒悟了,没有错过末邦车。 第四个方的错误就是当打独斗,没有融入学习相关知识和进入更多相关圈子。 如上面及我另外一些视频分享的那样,您身边的亲人朋友可以很爱您,也愿意真心地帮您。 但是,他们大部分没有投资支持,给的建议大多都是无效的建议,不能当凭他们给的信息做判断和决定。 应该找到相关领域做成功的人士和相关的圈子去了解,去学习,多建造有用的人脉。 我开这个频道的初衷也是认识更多相关领域的朋友,互相学习,鼓励,支持,帮助。 大部分成功的人都不会只是闭门造车,嫉妒别人成功,而是互相帮忙,互惠,互利。 我身边认识的犹太人商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。 我们早年做外贸生意,一个犹太客户做得特别的成功。 我们有训其他巴拿马的家做客,发觉那整一个社区都是犹太人社区,大家互相帮忙,信息共享,比当打独斗要强得多。 第五个犯的错误,这是没有选对投资物业,又是摄取身边人的错误信息。 建议买公寓,容易打理,即使人不在加拿大也很方便,结果是什么呢? 一样价格的独立房及别的房型价格涨了好多,很多投资公寓的不让没挣钱除去贷款,还要往里面倒贴公寓管理费。 所以,显对物业绝对重要。 我们频道买对房型多赚几十万。 买房,为何一定要挑这个房型,里面有更详细的分析? 小伙伴们看完这一期一定收来看看,都是兔学经验分享。 看到这里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,即打开旁边的小铃铛,每周五都会上新的分享。 别错过哦! 第六个犯的错误,就是不了解当地银行、政策、投资产品、金融情况所犯的错。 因为不了解,所以不懂得上用,比如傻傻的浪费时间存首付,等存到了首付,房价又涨了,越努力也追不上,一直处在恶性的循环中。 如果早点了解当地银行的政策,用银行赋予的功绩,一下子就能借到了存了好几年的未必能存到的钱。 频道里如何借银行的鸡,下您的当,想早点买房,原来可以这样子做,都有具体的分享。 大家不要错过,我当年就是因为不懂,错过了很多时机,悔之亡矣。 聊王上面几点? 最后一点也是大部分华人同胞爱犯的错误,也就是怕被债务这个传统的思维,不懂借力,钱滚钱,害怕风险。 一辈子勤勤恳恳,努努力力,只想快点把债务还上,却不知这样的行为只是给别人做嫁衣, 自己还回的钱,很快就被富人借走去投资,去生产更多的钱。 所以说,思维方法路径不对,努力再大也没有用。 每天勤劳工作的人大有人在,但是很少有成功的,就是因为努力用错了方向。 一把错的钥匙,任您再用力也无法开启大门。 上面总结的这些都是本年这些年走过的弯路, 分享出来让小伙伴们,特别是新开始投资的小伙伴们借鉴。 也欢迎资深投资的宝宝们在下面评论栏留言, 及分享你们的经验,让我们投资路上不孤单。 好了,这期就分享到这里了,祝小伙伴们周末愉快。 下周五再见咯,bye! 字幕称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方便宝雅